嗨 伊芳你好 你好 先把个人这个背景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实施工艺设计的创办人伊芳 那我是视觉设计师出身 在五年前呢因为加入Canzel 开始投入这个橱窗设计的领域 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接触到各种媒材的结合 来制作大型的陈列物 的同时呢也就接触到了这个Jesmonite 这个环保建材 那我开始用这个环保建材去做一连串的实验之后呢 发现这个材质呢它有很高的延展性 可以做很多的产品开发 于是创立时时开始投入工艺设计的领域 所以它这个建材本来是做在建筑物上吗 这个建材呢一开始它发明出来的时候 它是确实是在欧美地区是用在很多建材方面 像是磁砖啊然后或者说空间的装饰 还有做建筑物的修复 所以它本来就是粉末状啊 它是粉末状还有一个凝固剂 那这个粉末它是属于复合性的煤材 那粉末的话是用天然的矿石 包含石英大理石跟云木磨成粉末 对然后用树脂来当做凝固剂 所以它本来大部分是用在修补是不是 做建筑修复 当建筑它有某一些区块 它需要做完整的修复的时候呢 它会先做翻模之后再做雕刻 因为它是很好的雕刻材料 那你后来怎么样把它导入 变成这种艺术又兼观赏实用性 我觉得就是它不能够完全是艺术性的 必须落实在生活当中 所以呢我就是从这个盘器啊 或是盆器类型这种器皿类型的作品出发 让这个手工艺的这个材料呢 可以有更多的实用性 那里面怎么样去做一些图案的变化 我目前主要有两大技法 第一种是这个金箔大理石 贴金箔这样子吗 对是金箔然后结合大理石纹 那另外一种的话呢 是这个磨石子创作 那其实这个磨石子就像以前这个阿嬷家的地板 那其实它的制作的原理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我们从这个里面的元素 到整个外面这个杯垫的这个底的外型 都是用这个环保建材来创作这样子 所以一般人对这种原料还是不太熟悉 就要透过你摆摊去接触消费者吗 我目前就是除了摆市集之外呢 更多是透过教学的方式 那我是一开始就是用工作坊 开始去做这个材料的推广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就是做成一个实用的生活用品 是的 对只要有模具 它可以透过灌模的方式呢 来做成各式各样的器皿 还有作品 那讲一下你带来的这些东西吧 那今天呢我主要带来的东西 也是跟日常生活中比较常可以实用性的 像是这个是笔筒 那这个是肥皂盘 银杏叶盘呢 是因为银杏叶它有这个财富的象征 就是招财 所以很适合放在玄关 对 放招财物就对 对适合放 你也可以拿来放钥匙 对那放在梳妆台的话 可以来放手饰 饰品类型 对 那像贝壳盘的话也是主要是 来放这个戒指啊 耳环这些东西 那我同时呢 还有这个戒指架 戒指塔 对戒指塔 对然后还有这个杯垫 算是都蛮实用的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是我现场有这个自制手工蜡烛的体验 自制手工蜡烛的体验 这个外面这个竹杯 因为这个建材它是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对它是环保建材嘛 那它也是防火建材 这有通过欧盟的防火等级 所以它可以 它当做竹杯呢非常的安全 所以呢今天这两天的话 就是现场可以 来自己DIY自己的香氛手工蜡烛 所以做好就是连这个容器 跟这个蜡烛一起带走就 是的当天就可以带走 那你说香氛是里面有加精油吗 是的就是 香氛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有挑出三个 就是海洋风格 然后森林风格 还有草本香 那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香氛 然后加在这个蜡烛 蜡烛里面 调和之后呢做灌蜡 好谢谢 谢谢